谢贤和前妻珍珍虽然已经离婚多年,但是谢贤依然爱着她。 有一次珍珍生病住院,85岁的谢贤去医院探望前妻珍珍,而且还给珍珍送上了一束玫瑰花。 谢贤对前妻说,我还爱你,我就是你的药,这让现场无数人感动。 谢贤的原配妻子,也是她的第一任妻子叫珍珍。 珍珍年轻的时候还获得过亚太影后的称号,她也曾经是穷瑶剧里的女主角珍珍。 谢贤年龄比珍珍大14岁,当年谢贤和珍珍都是大明星,两人是因为拍戏相恋结缘。 据说谢贤对珍珍是一见钟情,后来两人不顾家人的反对就去领了结婚证。 但是好景不长,两人并没有走到最后,当时的谢贤是在香港拍戏。 可妻子珍珍要去台湾拍戏,导致两人长期分居两地,夫妻两人不能生活在一起。 谢贤想让珍珍回到香港,而珍珍想让谢贤去台湾陪她,两人意见不合,产生了分歧。 两人的态度都很强硬,两人在经过一番争吵之后,都不肯向对方认输。 后来珍珍在仪器之下便提出了离婚。 谢贤和珍珍离婚后,又都各自重新组建了家庭。 再后来谢贤和珍珍又都再次离了婚,试过境迁。 现在的谢贤和珍珍就像老朋友一样,有来有往,经常出双入队。 谢贤仅挨着前妻珍珍坐在病床上,离婚多年的她们这一刻看上去,就像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。 是那般的幸福和美好,祝福她们幸福健康,你有何不同的观点看法呢? 欢迎留言评论探讨,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。